大家好,我是聖保罗书院的袁迪欣校长 聖保罗书院是一间基督教学学校 我们希望用基督教训去培育我们的学生 我们除了有很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我们也有一个很庞大的校园网络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间不断求变 不断推陈出身的一间学校来 我们很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的知识 亦都是他们的技能、思维和价值观 让他们能够面对21世纪 带给他们的种种不同的挑战 我们想扩阔学生的世界观 我们自从1995年开始 已经是带同学去不同的地方 去有游学团 但我们觉得只是带游学团 其实不足够令到同学有一个很好的世界观 因为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地方最漂亮的一面 其实他们未必明白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国家面对着什么问题 所以为了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观 我们希望在这几年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加入了17个联合国的持统发展目标 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和活动里面 让他们明白到其实这个世界面对着 淋淋种种不同的问题 包括贫穷的问题 包括粮食的问题 水资源的问题 又或者是气候的问题 我们希望他们明白到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会面对 其实大大小小一点的问题 人家怎么去做 我们国家怎么做 做得成不成功 另外就是我到我长大的时候 我对这些课题其实我明白吗 还有我有没有一个粉去帮忙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很希望在中学阶段里面 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因为其实这个是世界各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 我也希望他们大了之后 能够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气候变化 对于这个环保 我们其实在这两年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为了配合政府的碳中和的计划 我们学校也都希望成为一个碳中和的学校 我们除了有校友帮我们的资助 我们也都参加了政府的Solar Harvest的计划 我们在我们天台已经摆了很多的太阳能板 希望同学明白到 其实我们现在是需要用Renewable Energy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去节约能源 除了Solar Harvest之外 我们也参加了政府的Beam Plus计划 我们也将学校所有的灯转成LED灯 以及我们的走廊、楼梯的位置 全部都是转成有Light Sensor 那就是说他们走过的时候 灯就亮了 他们离开了那些灯就会关掉 那这些都是希望和我们明白到 制约能源的重要性 以及我们尽量希望我们做一个低碳的生活 最后我们当然希望学校成为一个碳中和的学校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很多计划 希望鼓励学生去减低费物 回收费物、费物处理 另外就小食部 我们其实已经等了很多的感应的自助水机 我们有Recycling Bean 也鼓励他们不可以用那么多塑胶的制品 希望他们对环境保护能够有更多认识 最后将来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到的 除了是陆化校园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我们自己的Green Wall 或者是一些中药园 让同学可以在这个地方 更加认识得到中药和其他物种 如何栽培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